有研究,香港家庭不吃不喝,16.7年才可以置業 很明顯的錯誤 現在他是用全港人的中位數去計算 但樓價不是全香港人住的樓 他可能只是用私人市場的樓價 他沒有計算公屋 施老闆是代表老闆的角度,我代表小市民 是看到大家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失去得比較大 所以我就很陰謀論地想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們第二節的古壇事件 這一節我們講一些財金的話題 第一個是看中原城市的指數 第一,租金指數好像連升三個月 不過樓價不幸地好像在跌 問問師先生,為何租金會升,但樓價又會跌? 如果租金繼續升,是否可以拉起樓價? 師先生,如何向你們分析? 一般情況,如果樓價下跌 是因為供應過多的造成 價又跌,租又跌 譬如香港的寫字樓、舖位 所以它的寫字樓價又跌 是因為租金又跌 不會說一邊升一邊跌 住宅為何一邊升一邊跌呢? 基本上應該說這段時間 住宅的供應其實沒有怎樣增加 依然是供不應求的狀態 只不過現在是投資的前景不明朗 你買樓,投資多於租樓 租樓是每個月給租樓,沒甚麼風險 最多遷錯一次租約,兩年後又再轉 但你買錯一層樓,便歪了新債 要改,不是那麼容易改 所以現在投資前景不明朗的時候 即使是剛需的用家 他都會選擇租樓,不買樓 多人選擇租樓,便容易升 這是內部剛需的情況 令到租金上升 而沒有人去買樓,樓價下跌 現在租金上升,除了香港自己 除了用家選擇租樓之外,最近又有高財通 甚麼專財計劃,就來了一些外來的人才 初來報到未必買字 有些可能他未有錢 有些他要做一輪事,積聚財富才買樓 所以那批人是租樓多的 另外今年,政府在財政預算上 將資助學生名額,資助外邊來香港讀大學的名額 原本有20%,現在增加到40% 增加到一個開 所以最近我們前線的同事說 一手跌了很多 二手就差不多,沒甚麼動 但租的需求大增 即是真是一盤難求 很多屋邨都租到沒有盤 即是變成,又有專財,又有留學生 又有本地人都選擇租樓 那麼多股力量一齊,便租便升 但是買賣,本來三、四月都好了一些 因為已經切了 但切了,以前的積累消耗下就已經少了 即是高峰已經過了 現在就相對平靜了 你說這種情況會否鼓勵人投資呢 眼前的回報未曾吸引 但租金回報,因為租升價落 即是份子大了,墳保少了 回報率是升得比租金指數更快 現在為甚麼未曾足夠吸引呢 因為現在利息仍然高 但利息趨勢我覺得是下跌的 我不懂得研究聯儲局那些人的說話 那些點陣套 我就不知道,我只知道去銀行做存款 現在是甚麼現象呢 三個月四個月的定期是利息最高的 三個月還高過一年 一般銀行是越存得久,利息越高 現在三個月還高過一年 如果你說你想存兩年 銀行不騷擾你,沒有盤開給你 沒有兩年的存款 即是不讓你用現在的高息去鎖住 鎖住年期 這個就看到,息口接下來都是下跌的 下跌的機會就多 今年沒有原本預期那麼多 接下來都是下跌的 息口高,你就會覺得回報低 你投入銀行有四厘、五厘高峰期 現在港幣如果是散戶 你只有三厘多 你現在如果租金回報有三厘 而銀行存款利率體跌 跌下跌下跌 可能租金回報好過銀行存款 可能有些資金就會去投資 我自己下面都有一個做 那些叫學生宿舍基金 本來我們主要做美國、英國那些 最近他們連香港都想做 因為他們看到香港的學生宿舍的需求 接下來會增加 回報率會上升 都會有一些專業的資金 想投入一些 當然不是所有的住宅單位 現在他們是集中想投入 那些大學附近的住宅物業 用來租給學生 這種情況如果普及化了之後 租金普遍升到有三厘多 現在其實寫字樓 尤其是舖位 最近我們整個的 差不多五厘多、六厘 這樣就很明顯 好過存款 好過存款 如果那些就會開始吸引一些投資者 所以如果租金回報升 升到好過存錢或銀行 資金就會流回到住宅或投資市場 Lori對租金和樓價 有沒有特別體會 施老闆是代表老闆的角度 我代表小市民租客的心性 我們都會看到租金有上升的趨勢 如果看看數據 看看香港 其實很短、很小時間 會是樓價跌打租金升 還有未試過會拉得那麼長 還有深度那麼深 因為1997年之後試過一次 2003年之後 都試過一次樓價跌租金升 但這次是維持最長的時間 我看過數據 一年租金應該升了5.6% 但樓價跌了13.2% 即是兩者的差距是抹開18.8% 這個差距是很大 和未試過 我自己作為小市民 我的感覺就是 因為通常和一些比較根源的問題 相關的東西 即是和城市未來的前途 很根源性的一些擔憂 就會出現這些東西 即97年之後是一個了 擔心政制不同的那些 這次看到的深度和維持那麼長 是看到大家對香港前途的信心 是失去的比較大 是的 我自己也在其他節目分享過 我當然有些觀眾覺得我很偏激 我就覺得其實中央政府 是想鋪排在香港 慢慢融入大灣區的 原因是因為如果在金融地位 是沒有辦法能夠發揮同樣作用的時間 其實香港本身的薪酬 是很阻礙香港人 怎樣和大灣區一起發展 因為我們的薪酬上高大陸的人太多 即是2.5倍平均的人工 變相如果作為一起 因為三藩市有個灣區 三藩市灣區他們的平均薪酬 相差是三成左右 但是我們相差這麼多 而且這個地方 如果終歸要一起發展的時間 會不會是其實中央想鋪排這件事呢 所以我就很陰謀論地想 我會不會想 即我經常很害怕 經攻資料 會不會經常中國想 因為大陸又說防住不炒 現在亦都是 我不知道數據是否正確 香港依然是最難負擔樓價的城市 No.1 第二名是適離 然後第三名是溫哥華 既然還是這樣 我是否真的想押低樓價呢 再向下押呢 押到哪個位置才停呢 我會一直在那裡 因為我是租客 租客就想什麼時候能入市 雖然現在都有三厘多 但是我剛才回應施先生說的一件事 銀行其實對於美聯儲的息口 都是鼓鼓鼓的 因為銀行我發覺有一個趨勢 之前有段時間很高息的 即美國不斷加息 連加11次的時間 銀行很高息的 然後有段時間 中間無緣無故跌回 短期息跌回到三厘多 因為好像是銀行預期利率會下跌 所以它也先跟著下跌 不要比一年那麼高息 但是最近又調高一點 因為我全國三處定期 一次好像4厘4.5厘 然後有一次就跌回到3厘8厘 最近又回到4厘1厘 所以其實他們都是猜猜一下 沒有人知道美聯儲想打什麼牌 這個世界是沒有人知道 除了美聯儲自己知道之外 我可以補充一下 通常香港的息口是跟美國的 因為我們有那個聯儲率 美國是否加息 其實就由去年開始說 今年上半年又完全沒有機會 到現在最新 我覺得比較容易 就是剛才施生說 你要判斷一下 美國聯儲局他們的爸爸 可以說什麼 或者其他的委員說什麼 又要整個點陣 不過我經常推崇的一個參考指標 就是美國的利率期負 美國利率期負 利率是有些炒的 炒其實就是債券 因為債券本身是定息 所以與其未來的息家 其實債券的價格會波動 所以你看債券市場 因為每天的資金量很高 所以很反映市場的取態 可能去到尾 中間的浮動其實就是 每天平時大家聽財經新聞 看到市場突然因為一些數據 或者CPI數據也好 或者言論 突然利率市場波動 所以令到牽引利息的困難 以及大家覺得短期內會減息 所以長息一定是短於短息的 所以就說為什麼你去銀行 想要去 有四五厘可以幫我做十年 現在十年就不用做 不過銀行也是市場參與者 都是看大環境市場反應 不過剛才Nory說到挺有趣的 其實我們的負擔好像很辛苦 租客上不了樓 其實大家都會這樣說 但其實最近有一個研究 香港家庭不吃不喝 16.7年才可以置業 連續14年處於全球最難負擔成事的幫忙 第一是最辛苦 是不是真的這麼辛苦 師先生就說 Gina好像有寫過 這個報告好像是有些錯誤的 為什麼師先生這麼直接說呢 很明顯的錯誤 其實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說他錯誤呢 他這個負擔的難度是怎麼算出來呢 就是拿樓價的中位數 去除一除日息的中位數 除出來是16.7年 16.7年 即是你要做16.7年收到的人工 才可以買到一間中位數的樓 我先說一下中位數的意思 由100元就拿中間第50個個人出來 就不同平均數 對 和平均數是不同的 中位數 你做這些統計 現在他是用全港人的中位數 去計算出來的 對象是全香港人 但樓價不是全香港人住的樓 他可能只是用私人市場的樓價 他沒有計算公屋 香港三成人住公屋 有成幾住在其他資助性房屋 就是居屋之下 你比較 大家都是全香港的樓 去比全香港的日式 你拿最貴的樓 去計算全香港人的中位數的收入 那你就 對標 不對標 對 統計實 以政府現在的土地供應 叫三七分 私人市場只是佔三成 如果你計算私人市場的負擔能力 你應該拿全港最高收入 三成人的中位數 去除一除樓價 私人市場的樓價 大家都是私人市場 這樣才是準的 所以我說他計算是計算錯了 你叫中原研究部做一個這樣的數據 叫巴克斯山 細編專欄擴張 所以這種計算是錯的 其實他選擇的城市 沒有一個是大陸的城市 大陸城市 我相信負擔得了 大部分都比香港大勁 就是負擔能力 大陸現在有些地方的樓價 都很貴 新憲 aquilo地方 就我所接觸 大陸人供樓的大使 難度很多都比香港大勁 三代人一起供 香港人 是否同意供的很辛苦 剛剛有說 救到我 你問我,我一定是個低收貨公司 你剛剛買的 剛剛買算是幾好 剛剛他也是幾年前買 樓價還未跌的時候買 住公屋的,一千多二千元有交易 佔日息其實是很少部分 如果香港拿種緩 連租都不用交天,住公屋 另外其他人,有些是住在居屋 或者其他資助性房屋 按統計處的統計,香港的業主 即是住在私人市場的業主 六成多人是供樓的 還了貸款,他有多辛苦 交管理費差向 所以香港人供樓的情況 這麼辛苦,是被誇張的 相比起曼尼拉,約翰奈斯堡 那些要住三邊的寮屋,差很遠 香港其實大部分人是政府照顧的對象 就不可以用全部人的收入去 去除私人市場的樓價 因為很多人本身 在政府的房屋政策裏劃分 他都不是去私人市場買樓的 我知道很多觀眾一定會說 師老闆,你老闆,看這個問題不行 我問阿羅惟,他就說代表市市民 阿羅惟,你覺得有些具體的措施 可以幫助市民解決 其他負擔能力 就算不是最辛苦 我相信大部分都是有壓力的 阿羅惟,我沒有特別的 我跟師先生說的那個項目 他說到多數人已經供完樓 其實那些可能是老一輩那些 多數都是 其實他們供的樓 通常都是再舊一點的樓 物業 那些管理費本身便便宜 所以那些人 是不能夠代表最辛苦的人 我想辛苦的那些人 真的在這幾年 我們剛才才知道 最近幾年 但是你是在比整個城市 所以我們整個城市 有不同的人的情況 你不可以拿一個人的情況 看成是全香港的情況 但是這一段的人 例如我們代表這個年齡群組 或者可能三十多歲 剛成家那些 其實如果這幾年還踩上去 都很痛苦 因為其實是供空氣 供到空氣 都仍在虧 這幾年做的決定 如果你是租和供 我想是一個天一個地 當然了 長遠來說 通常都是說 怎樣都應該有物業自己持在手 所以現在的問題 是樓價下跌 所造成的損害 是多於只是供樓 那些人說 拿了大据錢去供 銀行不會讓你拿大据錢去供 銀行如果你是買普通小樓 最多給你拿收入的四成去供樓 不是你肯供就可以了 它是規定你不可以拿這麼多 如果你是供大的樓 它有時可能給你拿一半 因為你剩下一半 都足夠你開支吃飯 其他用途 你只有二萬多三萬元人工 當你三萬 你如果剩下一萬五元 一半去供 你都不夠生活 所以銀行是看著的 不會讓你拿錢去供樓 不過我就要幫觀眾和小市民 包括顧客自己說 要表達一下 其實供樓都是事少 可能大部分還要想想 上會第一個首期都不容易 要賺到第一筆 就要問問問兩位 怎樣財富值值 導演可以賺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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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大家關心其問題 投資最近有有什麼新的看法 還有我知道兩位有個共通點 就是兩個都非常看好貴金屬 施生捏了很多 拿了很多 很久賺到很多 大家也知道 原來也是同道將來 別多賺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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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市老闆那些是一團一團一KG 是我們一顆花生米 一刻一刻買的 不同的 就是供貸外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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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金屬我又在2014年開始賺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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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ira 我記得我最早期買的那些金幣 好像那些蜂叶 熊貓那些 那時候是八千多元一粒 現在應該是一倍了 差不多 但當然買得不多 買一兩粒放在床底放假牙的月餅罐 像老人家一樣 但蕭老闆放到連貨物箱都紮扁了 我聽聞一個桂桶被紮扁了 有中原金庫 不知老闆是誰 隱藏 我自己對於投資來說 因為我可能思想新派一點 我又會很相信一件事 其實是啟蒙於一本書 叫做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就是Ray Dalio 翘水那個 其實他就說大周期小周期 有時候很多人都會進入在一個小周期思考 小周期可能就是過往五十年的那些東西 但當你看大周期 你就會看歷史的朝代興衰 你就會發現 可能你在看這一個波浪 原來後面有一個波浪是這樣的 然後在上去 所以如果你捉不到後面那個 你看小波浪就沒有意思 為什麼要說到它呢 就是它說到一定會有一件事 叫做債務周期和貨幣周期的終結 貨幣周期的終結就會去到下一個貨幣周期 我自己一直都是覺得 美元體系下的貨幣周期 現在是向下走的 所以我不會相信以後 在這個世界裏面 都是一個很穩定的美元主導下的一個 國際物力體系也好 或者大家去做投資的體系也好 所以我就會在這個位置開始 Hedge一些非美元體系下的投資品 黃金白銀是我其中一個 我自己都在另外一集節目 都講過白銀投資 以及比特幣 我自己都會看這件事 但比特幣我隨著 黃金投資的原因 大家都會知道為什麼 很多都是保值 它是否控通脏我不知道 保值一定是 比特幣我認為是 即我以前覺得比特幣也是美元 我以前也是覺得比特幣是黃金 同類型的東西 只不過是可以離開本土的黃金 但現在我就會覺得 隨著有ETF之後 我就會覺得比特幣也是美元的產品 這個我個人非常同意 因為我剛才說 比特幣是被美國收偏 因為BlackRock的Larry Finn 他都已經說明 我會利用加密貨幣的力量 去維持美元霸權 所以整個都是一個 currency war 而比特幣如果是 currency war 裡面的參戰 即是代表美國那一方 我就不再把它當作 decentralized的一個貨幣去想 我會把它當作 美國在下的東西 所以買賣的時候 它都是隨著美國的 輕衰同步的 我就會這樣去投資 所以我就會買比特幣 黃金 以及可能一些實物的資產 是的 那這些師先生很多 因為師先生有很多樓 很多金 師先生最新怎麼看 第一 你以為他可以同意你的黃金不同 但他似乎在虛擬貨幣 跟你是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剛才所說的主旨是 香港人怎樣拿到第一桶金 去做首期買樓 老實說 我認為真的要在投資市場賺錢 難度是很高的 最穩陣賺錢的方法 都是勤力一點 省一點 但事實是 我認識的人 大部份能夠儲到錢 都不外這兩樣 你工作時間多過人 你花錢少過人 那你就會積累 你有了第一筆的積累 你才可以在投資市場去賺錢 但實際上真的在投資市場 打一個電話 下一個命令 就賺到錢的人 是不多的 人能夠保住自己賺回來的財富 已經是不錯的 所以我奉勸多數人 都是用一些老土的方法 工作多過人 洗錢少過人 你儲到一筆錢 才可以研究投資 每個月滾爆卡的投資 被人追債 我完全同意施生 所以你看我多勤力 我一個星期出多少集節目 我就是牛的代表 所以靠近你現在的事 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美德 或者是兩日委出重過錢 不過最後的事 都要問一下 金和貴金屬 現在是不是時機 施生其實上一集有說過 我跟Lowey說 金和白銀 是不是現在仍是時機 或者老土問一下 有沒有目標價 或者多少錢 可以參考一下 問一下Lowey 可不可以分享一點點 我覺得買貴金屬 本身是不會用以美元 我會用以美元的計價 去衡量一個貴金屬的標準 我會用我擁有多少兩金 和多少兩銀 好像以前中國那些歷代的大財主 即是那個寶箱 你用這個角度去想的時候 就不是用目標價去想 就是我持有多少 因為我的角度 我持有這件事 可以hatch貨幣周期的終結 即是貨幣周期的終結 下一步變成沒有人知道 但在歷史中看 貨幣周期一定會終結 一定會發生 只不過是我們在生之年 所以我去cumulate 不論是黃金還是白銀 我是以多少兩做單位 但黃金沒有辦法買多少兩 只能買多少黑 白銀可以買多少 師生是多少 今個禮拜賺了錢 買多少斤 師生呢 師生通常都是這樣的 師生有很多黃金 不過我要把問題扔進去 師生你又賺了一筆錢 那怎樣配置 買多少錢 現在是否再買金 你如果現在這一剎那 當然已經是比起一四年 我新世紀之前已經 二百多元當時 又儲一些黃金 我儲黃金 即是分開兩部分 一部分跟你一樣政策 就是增加擁有量 是 賺了錢 就賠一些賣黃金 賺了錢 就賠一些賣黃金 你便以擁有多少盎司為單位 也好 擁有多少kg為單位也好 總之是 找到錢便買些 但是這種做法 現在是很不值 因為北菲特說 哪裏有人這麼蠢買黃金 又沒有息收 買一些不值得的資產 你買公司的股票 那間公司賺了錢 又派息 令你的資產增值 黃金是沒有息派的 我說沒有息派 其實是美國搞出來的 黃金跟貨幣沒有什麼分別 最初貨幣都是 證明你在那間銀行 或者那間銀號 有多少兩黃金在售 即是金本位 美國最初都要靠金本位 建立國際貨幣的地位 沒有理由 將黃金證明書的紙幣 都可以有息 那你便投資在銀行 銀行有些渣拿 就再借給人收高點息 那為什麼不可以呢 但美國是將黃金定下 低一級的資產 那便變了不讓他銀行派息 那是不公平的情況下出現 但他應該很多地方都試過用黃金 接受黃金的機會是大的 所以我在我的財富裏面 有一部份是以黃金做儲存的 另外一部份的黃金 是多多少少考考自己的眼光 就是賣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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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 但這些我自己做了這麼久 都不是每次都中的 都有不中的時候 我其實就 如果說出入那一批 其實我之前是走了 一直等機會買回來 等來等去都 還是2,300 現在就是 我最初覺得 聯儲局如果要解釋的話 他都要保住美元的地位 其中一個保住美元地位的方式 就是要不讓黃金威脅 如果黃金失控上升 其實人們會對美元失去信心 所以聯儲局我相信 他關注的不會只是通脹和就業 美元匯率 美國的資金的穩定性 資金的流向 都是他非關注不赫的 所以如果你說黃金失控上升 他就更加不能解釋 所以他應該在解釋之前 都要打擊那些炒黃金的人 看好黃金的好友 要拋棄他 讓他不敢再來 所以我就預聯儲局會出手 禁他一下 但禁來禁去 在這個位置其實都禁不下 但現在我如果進回 我就在黃金那裡 就是之前賣出可能 那個差價沒有賺太多 但是金礦股 銀那些其實是 現在買回來是 吃虧了 因為他臨尾升得很多 這種炒炒賣賣出出天天 是自以為眼光獨到的人 去冒險 但是很難救美國的大惡鬥 所以都是學師先生 這樣長鎖 有一部分長鎖 有一小部分就去玩 我最想知道師先生 平時買金是走甚麼路徑 走哪條路 你拿著金你走哪條路 我不會拿出色階 說笑話 你在銀行買了 就在銀行擠回銀行保險箱 那沒有了 今天節目內容非常豐富 也很感謝Lori 希望之後再找你上來 我們來聊天 其實法令770都有 Lori的節目 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